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背走了 背走了 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里的 心里的声音 怎么唱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以为心开过了 却慢慢的装着不舍 你问过的音色 谁悠悠的像一首歌 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轻轻唱着 让人割舍不得 你别说了 别再说了 说没有理由 对你太好了 别再说伤我 无色的日子里 我也会好好的 有点乱唱了 靠近美极了 我就是看到你说靠近美极了 所以我一直在靠近你发现吗 这样唱 别走了 别走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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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心开空了 我以为心中 却慢慢的装着不舍 你问候的音色 谁悠悠的像一首歌 在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轻轻唱着 让人割舍不得 如果离开才是我们的解药 如果时间就能把一切起掉 如果不曾回头看我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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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像一首歌 在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轻轻唱着 我有哪里说的 你别说了 别再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别再说了 挂了吧 就这样吧 我开了个电话音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我开了个电话音 哈喽哈喽 你好 请问这里是 呃王先生吗 呃 请问是 刘小姐吗 现在是深夜电台 点歌环节 刚刚有一位 小伙伴给你点了一首歌 她说她要给你一个惊喜 她叫冯提莫 哦 谢谢宣默宝宝 她说 她想在深夜感谢你陪伴她 这么久 无论她玩游戏 还是唱歌 还是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还是坐在那里发呆 你都默默地陪着她 她非常的感动 所以想要送给你一首电台情歌 挂了要没有花费 不用担心 先生 先生 小姐 别担心 是我给你打过来的 你怎么会 没有花费呢 要没有花费也是我呀 这位先生真是扣扣了塞的 扣锁扣锁的 小姐 姐姐 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